Leo聊四季 甜甜的關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羅馬人對上瑪莉人 這場比賽是邀請賽的比賽 好那我們先稍微來講一下 羅馬人這個特殊的文明 這個文明是 最次改版的羅馬新DLC的文明 那這次羅馬人的特性 也是非常有趣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羅馬人的文明呢 他的村民修理建造 都有5%的加成 那他的這個重型奴炮呢 這個奴炮也是有特殊的能力 不管是奴炮戰船啊 還有這個一般奴炮 能力都非常多 那我們先來講戰船的部分 奴炮戰船的這個近防跟遠防 都會各加1 那到了這個後期 重型奴炮戰船還會再多加 還會變成加1加2加2這樣子 那他的奴炮呢 費用黃金是可以減免60%的 而且可以使用彈道學 非常強 那他的這銀罐呢 縱挪可以用在奴炮 跟奴炮戰船上 這個射擊速度增加3%的加速 所以他這個奴炮傷害非常可怕 不管是打海戰的奴炮戰船 跟陸戰的奴炮 都是很強大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的團隊加成 還可以讓奴炮的射程 最小射程無視掉 非常的厲害 那再來就講他步兵的部分 步兵的部分的話 在兵工場的升級以後 是雙倍加成 所以他的步兵只有二防而已 但二防基本上是比三防還有強的一個能力 他到城堡時代防務局都頂封了 所以他的城堡時代打這個步兵爆 是有點威力的 那再來就講他的金冠 金冠是野戰軍 民兵系跟戰士系 還有這個百夫長訓練速度提升50% 非常的誇張 不是戰士系 騎士系 好 那這個 並獲得這個聚氣攻擊能力 就是這個蓄力攻擊 那個蓄力攻擊的話 是不像馬上行中起兵 那種蓄力這麼強 跟邊界兵一樣 是稍微加點攻擊 就步小補 那我覺得 最主要是他這個野戰兵 跟這個 這個軍團兵 軍團兵跟這個百夫長 體質本來就很好了 然後再加上這個一些特殊效果 讓他這個威力又更上一層 那我記得羅馬人 在這個天梯來說 是不能用的 雖然在比賽中 卻可以用 這個有點 不確定是什麼原因 可能覺得天梯不太平和 在比賽中來說 可以算是使用之類的 我也不太確定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自己試一下 天梯是沒辦法用的 還是要什麼特殊原因 才可以用我也不太清楚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馬力人 那馬力人最大的特色 是挖金礦速度非常快速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 或城堡時代 很適合打這個公兵或騎士 那到了後期還有這個 標悍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騎士攻擊 再多加5 不管是打羅馬 駱駝騎士 傷害都非常高 但是他公兵系是比較廢的 那比較適合打這個步兵 步兵的話雖然沒有三攻 但是馬力人的這個 建兵勇士 是有這個遠防加成 他說的這個步兵 遠防都超高的 雖然馬力後期 打騎兵加步兵是一個首選 公兵系的話 可能要稍微謹慎一點思考 那馬力人呢在這次改版來說 算是非常強的感動 他至少A級以上 甚至是A10級 我覺得也不太過分 那在這個賽事比賽來說 我覺得我個人是比較看好 馬力人 這個羅馬人要打贏馬力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步兵 駱駝加步兵的部分來說的話 是很好打贏羅馬人 那羅馬人呢 他特色就是 就是奴炮騎兵跟步兵 這三種單位可以打 他的弓兵系是比較偏廢的 也沒有拇指環 而且也沒有火槍兵 所以種種跡象看起來 我覺得 羅馬人要打贏馬力是偏難的 而且他也沒有火炮 基本上要什麼沒什麼 但是打海戰的話 是有蠻強大的優勢 但是這個海戰也不是很好打 因為一開始有這些木頭 打在這裡 這個是蘆味 雖然木頭只有50個 很快就可以挖出一條路來 但是 Viper在這邊 是沒有直接把伐木場 開在中間的位置 是沒有想要去奪取 中間海域的位置 所以這個羅馬人的 奴炮戰船優勢 就會大打折剋了 就少了一行優勢的感覺 但他其他的優勢 羅馬人也不是說到非常弱 我們就來看一下羅馬人 在這次的比賽中 會拿出什麼樣亮眼的戰術吧 好 先來看一下 Viper這邊 野豬 野豬這邊拉得很遠 這個不知道從哪裡幹來了 這個 野豬從哪裡拖過來了 怎麼會跑這麼遠 好奇怪 這野豬距離是不是太遠了 好 來看一下黑拉這邊 黑拉這邊兩頭豬都吃完了 這看起來 喔 原來有這麼遠的豬在這個角落 MIP也是硬生生把它拖回來了 那 黑拉這邊可能是沒有看到 他另外一頭野豬在這麼遠的位置 好 MIP這邊直接拉一隻村民 想要去偷搞事 結果直接把這個野狼給圍了起來 哎呀 原來沒有 因為他剛剛織布點的時候 血量已經扣很多了 所以剩下10滴血而已 好 那這邊Viper把這個野狼困住之後 待會也可以把它滴掉 然後再把這個野狼放耍去 咬黑拉村民也是可以的 好我們來看這村到底要搞什麼事 該不會是要打步兵嗎 因為封建時代點一防的話 這個步兵超級坦的 直接獲得遠防3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什麼 射箭場 哎 不是軍營 他軍營下在家裡了 OK 這邊是打羅馬 弓兵開 弓兵開 我們剛才說 羅馬人弓兵沒有強勢之處 但封建時代 也沒有誰強誰弱之分就是啊 大家都會有一級射一級防 而且也不能用拇指環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羅馬人這邊經濟喔 經濟配置是四金 然後兩個人吃過 黃金我再繼續補 然後後面伐木也是繼續 大概八個人 好算正常 沒有到特別多也沒特別少 那黑亞應該是九個人吧 欸這邊七個人更少 那這邊是直接圍棄啊 他這邊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好一隻刺猴這邊繞 那黑亞這邊很標準的出了弓兵 也沒有出刺猴單位 因為馬力人的挖金優勢喔 在封建時代 是打弓兵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漏馬的話因為沒有加成嘛 所以打弓 漏馬的話雖然可以及時去喔 但沒有辦法打出他文明特色喔 那我發現黑亞最近的打法 也算是比較會偏近 就是比較偏近這個適合這個文明的打法 去做個策略調整喔 跟他以往的策略戰術不一樣 以前他不管打什麼文明喔 就是我就是要漏馬開 然後用漏馬弄死你 然後就很容易打出劣勢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黑亞算是 去年跟今年的調整喔 非常蠻大的一個幅度的 欸 結果這裡有一村怎麼被抓掉了 欸 這裡怎麼死了一村有狼 然後拿到一殺 哇 這個該不會是把 Viper的村民給收頭啦 可能這邊在跟狼互打的時候 然後黑亞用這隻刺頭去擊殺掉的村民喔 那 Viper這邊羅馬人 直接攻兵三隻走了過來 好 但這邊有圍 但沒有意義 三隻攻兵過來的話 有圍跟沒圍一樣 這個距離攻兵依舊是打得到的 好 這黑亞待會要按一些毛兵喔 在家裡防守 好 Viper這邊看到兩隻攻兵過來 毛兵直接開丟 好 攻兵直接走到這個地方 開始射射 相當狠喔 好射他射他 好但是這邊撞提示裡面要按助手模式 這邊原地靠模式讓 Viper損失了一隻攻兵 唉有點尷尬 好 但這邊刺頭解毛兵效果非常好 瞬間就解掉了一隻 這裡攻兵完全沒有被打到 沒有一擊刺的關係手有夠短 好 Viper這邊這手也按了一隻刺頭回來救 這應該是回來救的不是自己按的 好 那這邊刺頭打的結果 Viper是有點 算55開吧 但損失了一隻刺頭有點虧 下方這邊村民繼續鬧 但這個助手模式 可能要趕快去調一下 唉這邊直接在射龍天了 沒有要繼續騷擾了嗎 可以啦沒有繼續按毛兵 下方我們沒有在動 兩邊前期都打得算偏保守的 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後期他們會怎麼打 好這邊稍微射一下 可以射一下 再射一下 好這邊要撞TC了 要小心一點 但這邊攻兵數量其實有點多了 大概六隻了 六隻 集火村民速度是很快的 好看起來兩邊都是小打小鬥 好 Viper這邊確實燒得到了黑拉一些村民 當然 Viper村民是落後的 村民被擊殺了一村 好黑拉這邊在憋單位準備要來升到城堡賽 所以沒有繼續按 所以單位就不繼續補 反正做一個攻兵防守 先升城堡賽 OK 那 Viper這邊也是攻兵了 再繼續按 但沒有把這個資源喔 標到最快 升到這個城堡賽 所以城堡賽會落後一些些 右邊攻兵也是出來 那黑拉這邊被攔截到了 好這裡攻兵直接無情開射 弄到這些伐木工喔 稍微殺了一些經濟 但這裡只要不死村 其實都還能接受 這邊黑拉能承住氣嗎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喔 有點難擊殺到村民 好 Viper這邊也直接把黑拉的部隊 逼回到了家裡 但城堡賽只剩下30秒 這邊攻兵數量也不夠多 Viper這邊終點下城堡賽 落後大於2分鐘喔 好那我猜 有可能會直接下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去解這坨攻兵喔 等一下這裡沒下馬就喔 通常沒下馬就 就會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就3TC開農 或者是直接下個修道院 開剪生物 好那黑拉這邊先點了一個奴兵升級 右邊這邊工兵已經射得差不多 直接出門 這邊是直接無視Viper 左邊這一坨工兵喔 好果然開一下TC 但這邊最狠的是 他沒有按工程器製造所 但這邊利用TC喔 巧妙的收掉了Viper 許多村民這邊直接毒死 OK Viper這邊這坨兵是一定想要送掉了 但送掉之前一定要再去 騷擾更多喔 但黑拉這邊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他就堵他 就讓他直接趕衝過來 這邊直接圍死喔 直接吃TC所有傷害 黑拉這邊的策略還是 好了一些些 那Viper這邊 雖然點下城堡賽 加里的防守 也按了一根箭塔 但如果這邊直接被打穿的話 還是會有點風險 例如可以直接走到這個箭塔下面喔 這個是Viper這邊最危險的地方 好 Viper這邊直接堵了一個房子在這邊 哇 他這邊預判喔 他會走這裡喔 OK 那這個預判我覺得打得不錯 Viper沒有拿到非常多的優勢 但至少經濟也沒有損傷 那這坨工兵直接被逼走了 弩兵直接把Viper打回家 二級設計補一下 直接生戰矛 到這邊補3TC嗎 TC沒有開 木頭有點不太夠 那目前可以拿3TC先開農了起來 那我覺得羅馬人的經濟來說 是沒有到非常好的 雖然他要採集5%加成 但這個5%感覺不是非常明顯 所以經濟來說 好像 又可以留 但他的單位真的很強 欸 但這邊直接把這個奴兵退掉了 奴兵升級退了 看自己工兵損失這麼多 突然還是不想打奴兵了 OK 那這樣就很合理 畢竟羅馬人打奴兵版就爛了一些 這個就是羅馬人比較特別的地方 要怎麼把羅馬人打得好 這個在實戰來說 有待 考驗吧 這個感覺 羅馬人 以數字來說是偏強沒錯 但實戰來說 這個要真的把羅馬人打得好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邊TC補下 黑亞這邊轉出了奇兵的升級 稍微小小加速看看 看一下這坨奴兵能不能做到事情 武兵走到了 Viper的後方 過這個木頭區 這個木頭區有點危險 哎呀 直接被射死了一村 黑亞這邊直接左右包抄 右邊一坨 左邊一坨工兵 但是 Viper也都看在眼裡 這個工程機製造所可能會有點難蓋囉 Viper果然被壓在家裡 但這坨工兵跟毛兵直接也到了黑亞家燒了 看這一波燒了也殺到了一村 不錯 兩邊交換都是差不多村民處 但 Viper這邊突然反超了 殺到了四村 黑亞這邊村民還是領先的喔 雖然繼續殺到了一些村民 但還不是非常有優勢喔 Viper Viper這邊直接 要被三隻騎士給衝撞了 三隻騎士直接上了硬砍 這邊村民 直接又再度點掉 哎呦 直接射掉一隻殘血了 好 那目前看起來 Viper還是相當落後 村民處目前落後17村 3TC也開農了喜來 但這邊轉出了一些奴砲 打奴砲確實是蠻適合羅馬人的 造價很便宜喔 記得好像 只要半價吧 就是 他這一出這個 就輸跟奴兵 出奴兵沒什麼兩樣啦 木材再多一點點而已喔 所以我覺得出奴砲確實是蠻適合的 但是數量夠多喔 不然數量太少 是有點難用的 就像工兵一樣嘛 工兵也是數量多才好用 那羅馬的奴砲也是如此 那對方 對付對方騎士的話 可能還要出一些槍兵來防守 或是加僧侶喔 所以比較好一點 不然奴砲還是很容易被 騎士直接硬上來騎掉的 好 這邊直接用僧侶 稍微照顧對方騎士 這邊奴兵 想要射鋼老頭 但直接被戰毛給逼走了 Viper這邊沒有繼續做追擊 黑拉開下第4個TC 直接農爆 4TC開農 好這邊直接把這個滴掉 然後開始要來罰中間的木頭了 好這邊奴砲灌燒效果還不錯 因為沒有最小射程的關係 然後直接自滴兩隻騎士 好不想要被招翔走 好 那黑拉直接把奴兵往右派 想要跟黑拉的兵給交錯掉 好 來吧這邊繼續走 但奴兵 奴兵工程有個缺點喔 就是 他的攻擊力喔 並不是比頭死車好的 所以 拆TC來說 效率沒有那麼好 好這邊奴砲過來有點煩 好 但家裡這邊 又有一次看到 這邊有少量的奴兵 好頭車砸了一發 奴砲直接殘血 剩下一隻可能要被砸光 但沒預判到 好 用少量的騎士 再度解掉了Viper這一步的騷擾 哇 沒想到Viper怎麼打 黑拉都有辦法守得住 但是目前Viper也點下地龍死蛋 兩邊時間差不多 但是Viper的聰明術 快要落後了30村有了 這個落後的非常慘 好補下了非常多的軍營 看來還是要來打這個軍團兵喔 會比較適合羅馬人 羅馬人打這個寶兵 百夫長 加上自己的 軍營 這個 軍團兵 那軍團兵是什麼呢 是這個劍兵勇士喔 那劍兵勇士是取代 被軍團兵給取代了 所以不是一般的劍兵勇士 而是軍團兵 那軍團兵體質喔 也是比一般的劍兵勇士還要更坦 那血量好像也比較多一點 而且還有蓄力攻擊喔 這個羅馬人點一下金罐之後 這個蓄力攻擊也是 不容小觸的喔 好 羅馬人 這邊開始在升級長劍兵 黑拉這邊是升級步兵跟騎士 不然這個馬力人喔 還是要打這個步騎作戰 比較適合 好 那黑拉這邊是沒有打中間這個地區的喔 但沒有打的壞處喔 就是很容易被對方出這個 投石車戰艦喔 打爆一波 好 這波弩炮雖然在輸出 但是打對方騎士還是有點難打 這邊弩炮被拆掉了好幾台 後面騎士也直接做招翔 遭到了一隻殘血的騎士 好 左邊這邊 兩邊都被騎士瘋狂繞 這邊騎士直接砍了進來沒有維號 但這邊的長劍兵也過來做防守 這邊重點下的軍團兵 黑拉的軍團兵能不能拯救世界呢 防禦指點了一防 好 再利用自己這邊這根箭塔的效果 射掉了一些騎士 OK 這就是大家期待依舊的軍團兵對戰 但MIPER這邊經濟輸太慘了吧 輸的快要40寸了 好 鋸魚頭實際也出來 直接架了騎啊 開始砍 騎士想要硬拆 可能有點難拆掉 軍團兵走得過來 軍團兵想要追巨頭 但後面騎士想要阻止 軍團兵比這個劍兵我是多5滴血 好 那帶來再下防禦之後 就變成四防 2加4 遠防6 好 這邊禁防來說是比一般劍勇多 多一防 4嗎 一般劍勇是多少 傳送不出來 好先來看比賽 兩個巨頭殘血 中間那個騎士繼續輸出 瑪莉騎士爆就是猛 好那這邊已經點完了飆悍精神 攻擊力非常高 12加7 19攻重裝騎士 軍團兵要擋下可能有點困難 因為他防禦只有六防 遇到19攻騎士 感覺有身跟沒身一樣 還是要靠一下這個防禦 槍兵來擋一下 那軍團兵也有 那疾兵也有 但是疾兵的部分就比較弱一點 因為沒有三防的關係 但還是要補一下疾兵 不然這個真的撐不住 黑拉這邊直接全力防守 巨型投資機開始拆起來 黑拉這邊瑪莉蓋下了地洞城堡 看來羅馬人似乎不用NERF了 看起來他現在還是可以用的 看來沒有那麼強勢喔 直接開拆 那這邊投資車戰艦喔 在這邊騷擾 投車開始亂砸 那BIPER家裡 直接爆砍一波 也不管有沒有擊兵 直接硬拆了進去 這邊用非常多的騎士壓進來 BIPER這邊疾兵很難按得出來 因為面龍填已經被踩踏了 所以肉量有點缺乏喔 這時候突然在按馬弓 BIPER怎麼突然轉打馬弓呢 BIPER村民一直被砍 有點尷尬 上方伐木弓也是被騷擾到 直接被拉村拉走 後面的距離頭司機一直在拆除 這些違建 BIPER的羅馬難道要殞落了嗎 羅馬人這邊輸出繼續打 那看起來羅馬人是比較打 適合打這個海陸混合圖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打純路圖的話 這個感覺沒有到非常誇張的強 BIPER這邊村民術已經這樣生75村了 被刀子獵手出來 被刀子獵手打步兵非常好用喔 傷害極高 而且也適合拆建植物 BIPER這邊打錯了 GG 哇 沒想到羅馬人第一次出現在正式比賽裡面 然後卻打輸了 而且玩家還是BIPER 這個有點令人出乎意料 BIPER沒想到玩羅馬人 卻沒有打贏 這個有點微妙 其實也有可能是因為對方是選馬力吧 馬力本來就是在比賽來說是非常強大的文明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黑朗拿下了很多的勝利 木頭算輸了一點 但我覺得這一場的關鍵應該是BIPER前置這個射箭場的關係 並沒有拿到太多的甜頭之外 也投資了非常多的單位在工兵上 所以導致前期經濟輸得很慘 畢竟人家馬力人打工兵本來就有優勢 風劍是在金幻挖的快 所以出工兵的產量一定不是什麼問題 那BIPER這邊打工兵 確實有點投資太多東西 在工兵科技上 反而打不出自己的步兵強勢之處 導致後面盤科技判得太慢了 然後身上電容是在村秘書 被對方黑老直接打出一波經濟差距 最後只能打出GG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快點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